原来每个国家的演唱会都有自己的台风和特色 最近每每演唱会的泰勒公式台风几乎刷平了全球 先是猫不出场再回首套扭几下 旁其横一丝不伴 晃一串再拉回来 最后多一下脚舞台分泣 全场的气氛就顶到位了 韩国女团成员张远迎巡演时 随便一个转圈的视频 竟然在国内获得了200万的点赞 俏皮又充满少女感的台风 立马俘获了全网 其他女爱都扭腰的台风也重新被大家关注到 不过最让人惊艳的 还得是炫耀这场下半路的随便一扭 就获得了千万支拍 日本的演唱会最吸人眼球的肯定是台下这些应援声能盖过音响的宅男们了 因为他们的歌曲很少讲情爱 都是热血的动漫神曲 只要把现场气氛调动起来 剩下的就可以留给这些男粉们精心发挥了 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漏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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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而打败中国歌手的应该只有忘词了吧 因为我们的歌词写得太过于华丽复杂 代表做多的歌手根本不能全都记住 所以国内演唱会还有一个看点 就是歌手们会不会现场忘词 有时候一不小心也能成就名场面 原来美美自带大屏的演唱会竟然不是全球最贵的 下面这些才是世界之最啊 1993年迈克尔杰克逊在美国超级晚的舞台上 弹射上台后惊战了90秒不动 观众们的尖叫声也从未间断过 主办方为了配合他的演出 甚至关闭了分分钟收入上衣的广告大屏 就是这场旷式表演 将超级晚从一个橄榄球比赛 变成了世界巨星们都要抢着上的最大舞台 1985年美国歌手鲍勃为了救助难民 召开了一场叫拯救生命的演唱会 100多位世界巨星免费出演 最后共募捐了1.27亿美元 其中英国皇后乐队的表演更是整场晚会的高潮 波西米亚黄香曲也成为了牙叔的千古绝唱 后来还被派入到了电影中 作为亚洲歌手中最具知名度的歌手兵器部 演唱会不仅常常动物虚席 甚至在2001年的演唱会 光是凶杀费用都用了27亿日元 王菲演唱会的天价票已然成了一个问题 最贵的达到了60多万100多万 而在国内能把演唱会开得这么轰动 肯定是第一天后王菲的2016年的上海演唱会了 因为当时王菲只开一场 导致歌迷们供不应求 39万人再现抢票 不到一分钟就受空了 最便宜的票炒到了上万 甚至VIP前台炒到了100万一招 如果在前方的梦之夜 是否还能梦见脸 就像那边匆匆都不要永远 一起那样美丽的耀眼 如果梦全还觉得剧烈 别的怪病是极限 谁的心就这样 彼此无可别无解 如果在前方的梦之夜 是否还能梦见脸 这才是音乐的意义吧 就是这五个国家的歌 大大降低了全球的自杀率 这首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一度将日本的自杀率降到最低 创作者钟老美嘉在双耳失踪后 曾经想过心声 但因为音乐 他又重振旗鼓 于是他想用自己的心深经历 当作歌词 来帮助那些身处低谷的听众 渡过难关 一首歌的音乐 一首歌唱 爱尔兰的这首歌 据说是高考生必听的神曲 无数人解开了人生疑惑 冷知识 周杰伦的名曲《道乡》 其实是为了08年 汶川大地震创作的 当周董在电视上 看到了很多人流离失所 所以才特地地创作一首歌 希望他们能坚强地活下去 成熙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 随着大象 可要继续奔跑 为了微笑 像是狗的梦 我知道 是真的梦 我知道 不要哭 让眼光照 带着你逃跑 相见大概要永远地依靠 味道最初的美好 最初的美好 这个曲发布当天 美国运防刺杀热线 立马增加了4573个电话 二俄罗斯的这首 《多想活着》 是一首呼吁世界和平的歌曲 由俄罗斯军人演唱的版本 更让普京大帝听到三次落泪 五个国家最难唱的歌 首首都是天花板级别 能唱两首的都是大神 美国歌手艾米纳姆的这首 《Rap Gap》 堪称史上最难唱的 说唱歌曲 15秒内唱出了110个单词 他因此洗提了 吉尼斯世界纪录 拥有了维塔斯的俄罗斯 在世界南昌歌曲的领域 就算站在巅峰了 被誉为海豚燕王子的他 几乎每首歌都很难唱 1点 1点 i 2 2 1点 X2 1点 1点 2点 22点 2点 3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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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点 5点 约德尔唱法是世界上最难唱的三种唱法之一 起源自阿尔卑斯山脉 能驾驭这种唱法的那是人均大胜级别 数字人声唱第一遍受益者 唱第二遍受两斤 唱第三遍受三斤 要说中国最难唱的歌 我选这首李克勤断气格数字人声 反正我是没看到有谁能轻松驾驭这首歌 唱完那都像没了半条命一样 唱完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